过去三年在疫情战争通货膨胀等因素交互的影响下 从个人到企业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北加州福治基金9月将举办企业人士生命成长营 福治文教基金会从2001年开始办企业人士生命成长营 至今已经有超过2万人参加 当初举办的目的是希望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企业人士 能够进一步提升心灵力量 正面思考 影响更多的人 而受到大环境不确定的因素 现在企业人士也面临更多的挑战 裁员的状况也非常严重 尤其是像湾区啊 高科技的大公司特别多 所以常常都会听到有朋友就是很worry 那当然大家也都常常听到像忧郁症啊 就是状况特别多 那最近我们去外面吃饭 常常发现那个物价上涨的根本就是double了 然后荷包就缩水了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人的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这次北加福治企业人士生命成长营 主题是掌握生命对变的密码 成为人生真正的赢家 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幸福 这个让大家穷极医生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模样 我们得到最多的正面的回馈就是他们很感谢邀请他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 因为呢让他改变了看事情的这个角度 所以说他可能本来卡在内心很久的事情突然就可以豁然开朗 那我们在课堂当中也会教大家一些很有用的工具 可以用来改善人际关系 甚至于生活上的瓶颈 然后突然之间感觉其实自己还蛮幸福的 这次企业引邀请到台湾知名作家侯文勇先生说法 对于幸福人生的感受和体验 以及如何历史恋心成为人生赢家 虽然题目是怎么样成为一个人生的赢家 但是这个瓶可能不是大家传统定义的怎么样赚更多的钱 怎么样更升值 是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更丰富 然后让自己更幸福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搜寻北加福治 了解七眼银更多的内容